众所周知 《你是我的荣耀》开播后不仅引起了全民追剧热潮 而且男女主角杨阳和迪丽热巴自带流量 再加上 以当下热门游戏为主题 还有潘远明 胡可等一众实力派演员鼎力助阵 众多热点集中一起 使得该剧无论是话题还是热度一直霸占各大热搜榜首 成为暑假档热播大剧 据悉 继《你是我的荣耀》之后 杨阳疑似在接电竞剧《英雄联盟》之《为梦》而来 看清女主 果断追剧 该剧主要叙述有关电竞的青春年少 激情与英勇 理想化等主题风格 此消息一出 瞬间令不少粉丝不淡定了 纷纷表示 在此之前 杨阳曾在《微微一笑很倾城》 《全职高手》等类似题材作品中 出色的表现获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 可谓是熟悉感颇深 此次由他参演再合适不过了 电竞题材剧作为当下热门题材 额场作为王者荣耀的直接版权商抢占先机 简直去年就先后推出了 《你微笑时很美》和《你是我的荣耀》两部作品 尤其是《你是我的荣耀》播出后收获不俗的成绩 又立马抓准好时机 确定影视化的下一个热度及知名度颇高的英雄联盟作品 杨阳作为当红人气小生 自出道以来凭借居朗的外形和一股一金的扮相 参演的优秀作品数不胜数 而女主则是由新晋人气小花杨超越饰演 对于杨超越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 爱豆出道的她因一句 《我是我们村的骄傲而火爆全网》 一举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女演员之一 杨超越不仅没有经过系统的表演学习 而且表演经验也没有洋洋丰富 但杨超越真实且不做作的性格 不仅俘获一大批粉丝 而且还参演了不少优秀作品 在《理想之城》 《且听凤鸣》 《仲夏满天星》等作品中 鲜活灵动的表演深深触动了观众 此次由她饰演女主的消息爆出后 另不少观众表示果断追剧 从爱豆到演员 杨超越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突破自己 勇往直前的同时 也给每一个想要超越梦想的人 带来激情和动力 《英雄联盟之》为梦而来 预计在2022年第二季度开机 你们期待杨阳和杨超越 这对俊男靓女的首次合作吗 对于该剧 你们还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一起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 大家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 词曲 李宗盛